台北市BNT疫苗校园接种计划开始施打 接种的对象包含了国中高中 五专前三年以及今年9月1号前满12岁的国小学生 但是有家长就反映了 孩子的生日是在9月1号之后 虽然已经就读国医了 却没有办法被造册 而看到同学都能够施打疫苗 也造成了孩子心中相对剥夺感 家长也感到严重不安 而像是这样的疫苗孤儿 在台北市就多达了6938人 而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日约平台是以出生年来做意愿登记 只要民国98年出生的就可以登记 加上不满自己的孩子就读国医 但却没办法造册 每疫苗打担心沦为疫苗孤儿 因为BNT疫苗校园接种 从9月22号开打 包含国高中生 但限定9月1号以前的学生才能造册 但假如9月2号出生的学童 跳级生国医 依照中央规定 得要9月1号前出生的才能打疫苗 等于自己的同班同学都能打 但自己晚一天生却无法 而根据统计 9月2号到12月底前满12岁 光是台北市就有6938人 隔壁的新北也有类似状况 9月2号到12月31号出生的孩子 是11370人 我们打到现在绝对是用12月31号 比较方便 比较不会产生这种接种时间的落差 有不少在校生年底前满12岁 却只能看同学施打干瞪眼而指挥中心这样说 目前其实已经有7854人在我们的医院平台登记了 实际符合他12岁的时候就可以去做预约 强调以出生年为准 民国98年出生的都能达到 只是得自己上平台预约 因为学制的问题无法学校造册 但以下9月1号以下12月31号 已经让家长穆萨萨记者总报道